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的趋缓下来 甚至有些地方有阳光露脸 回到一个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目前看起来从礼拜三开始一路的 至少到周末假期都会回到典型夏季 就是高温闷热 中午过后才会有些午后雷震雨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好天气了 好 我们先从卫星图上面来看 今天台湾其实受到偏南风带来水气的影响 可以看到南方只是有些云系一进台湾来 导致全台各地云量都是偏多的 同时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山区都还有一些明显的雨势 预计明天持续受到封面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不稳定 不过好消息是预计封面云系在明天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状况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到了礼拜三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增强 更是各地都会逐渐回到一个比较典型夏季 也就是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一点点午后雷阵雨的这种天气情况 所以礼拜三之后天气状况会相对稳定一些些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了 而在风的部分目前都是随着偏东南风或者是偏南风的 带来南方非常温暖但是非常非常潮湿的空气 所以相信大家最近真的是觉得这个潮湿年龄逆宁的感觉相当的不舒服 再配合有水汽一路的影响 所以各地都是有雨室的情况 在明天礼拜二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会有一些降雨 特别是在偏南风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恐怕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室的 所以提醒你明天外出都还是要记得西太雨去 礼拜三天气状况才会明显的转好下来了 所以在气温的部分刚刚提过了 因为最近都是吹着偏南风 所以气温都是比较潮湿闷热 预计北部地区高温在明天可以来到31度 东部中部南部也是来到31度到32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潮湿闷热的感觉在未来这几天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时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明天见